好嘞好嘞 很喘啊 这上面怎么这么大的风啊 什么情况啊 这真的是太帅爽了 怎样 再也不想来了 再也不想来 嗯 大家好我是千金子老师 我是27 今天是12月24号平安夜 本来我还在成都的 然后这哥们说 光山下雪了 然后我想去看雪吧 马上呼吸回来 看看能不能看到雪吗 看不到雪就打死它 日出啊 雨海什么的 祝我们好运 上街 很多人说 很想多看看冬天的光木山 这波刚好有机会 我们又来到光木山 来之前 我真的没有遇想到 接下来的行程 是这么的奥林 越往前走 路上的冰 滴得越来越厚 看到我的小家旅 还是不行 我们现在在上防滑链 这些防滑链不好上啊 是我们的技术问题吗 安一个防滑链 就花费了我们二三十分钟 终于 我们可以安心驾驶了 我们先转一下看看 早一看 去往滑雪场的路上 心里满心期待着 待会儿可以唱完一下 大了后才发现 事事不愧都朝着 你所愿的方向发展 我们现在已到了 李昌山光木山景区滑雪场 好 这边雪还是挺厚的 他们现在工人是在 加班加点的修建滑雪场吧 好我们走吧 找地方找个停车地方 然后准备吃饭 在山里就没有雪了 把防防量取掉 然后我们去转一转吧 现在反正没事 我们就去转一转吧 看不看有没有地方 时候打帐篷啊 没滑上雪 下午的时间就比较充裕 想能到处转转 找个好点的地方露营 转了一圈后 找到一个凉亭 准备今晚就在这里露营了 也算是一个周峰冰 最终的好选择 发好帐篷后 天已经快黑了 吃了晚饭 天就已经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期待明天能看到我们想要的风景 现在是25号早上 7点50 好冷啊 我们看外面啥情况 多长好冷啊 下雪了 一觉醒来 只见大地一片白茫茫 雪花还在纷纷扬的下着 地上的积水 结成了冰 松树上是团团雪球 沉甸甸的要在树枝上 作为南方人的我们 见到雪 还是很新奇和激动 拍雪是好看的 放手啊 来看看 看一下啊 老张自己干的好事 说一晚上他没关窗户 你看 我的天啊 我也不知道昨晚是什么事啊 就被人这样子啊 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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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吗 冷得很啊 我刚才说 会不会打滑啊 好冷了我想说 亲笔子尝尝 慢点嘛 慢点嘛 往香路山去的路上 由于雪下来太大 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又把取消的防火链给装上 装的时候 跑我们俩的舌都动麻木了 到香路山需要做索道上去 我们现在做了这条索道 据说与阿尔菲斯山索道 处处同一个地方 全线斜长1941米 上下站的高度 落差大概是577米 到了山顶后 海拔达到2000多米 好我们到了 前面好黑帮子 这雪怎么样 大不大 大大雪大多 好大的雪啊 我们271背了一个天线宝宝 这有没有北部到冬天的感觉 有 我站到 272 272 去拿相机 走的时候多潇洒 最后的时候觉得多狼狈 我们现在行驶在 光木山 李昌山 香奴山 对 这里是香奴山 香奴山主要就是 冬天的时候是很美的 然后就是春天的时候 它有杜鹃花 春看杜鹃 秋看红叶 冬看雪 好嘞好嘞 很喘了 今晚上在上面 找个地方住 早上睡觉 明天一早 看看有没有日出 很多 这上面是观景台 这一路上有很多 应该有四五个吧 这种观景台 但是我们现在 四周全是雾 所以说我们就没必要去看吧 等一下 一路往上走 雪越下越大 道路也越来越滑 雾气越来越重 寒风肆虐 围着一会儿 我们全身几乎都被白雪覆盖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们 有没有色色发的感觉 在这边 这边应该不能大 所以我还是建议 下雪的时候别过来 要等天晴再过来 这太危险了吧 我天哪 这上面怎么这么大的风啊 走走走走走走 太冷了 小心点 冰雪道路 禁止通行 前面就是观景台了 要耳朵干嘛 耳朵都要掉了 再也不想来了 这真的是太爽爽了 看我的发型就知道 我现在还 看我的耳朵就知道了 我现在还酷是不是 不行 算了 不来后一辈子 来了后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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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风 这冰溜的 我现在走吧 折下去 下去 找地方 把帐篷搭了 这什么情况 我第一次有这种经历 太酷了吧 啊 由于天太冷 风太大 我们没待一会儿 就准备往回走 想到同样的路 我们还得再走一遍 内心是无声的哭泣 那我们得赶快找一个 可疑避风的地方露营 没错 我们打算在这冰天雪地里露营 觉得我们勇气可佳的 点个赞接着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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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怎么搞的 哎 就完这里大帐篷怎么样 臭火 上面后面吊手一下 但是这里应该风小 大帐篷地方 这样没有突然疼风 就可以了 但是感觉有 这里稍微热乎一点了 来 过了办公室 我们今晚就在这里吧 这里 今晚吃火锅 这种大雪天吃火锅 肯定是很爽的一件事 所以我们帐篷肯定是要等晚一点搭 然后先在这里吃火锅 好我们现在就 把东西出来怎么搭锅了 走到露营的地方后 只想马上吃口热火的 完了生子 这个时候火锅是最好的选择 其实我们这个不是一帮旅行频道 我们是美食频道哦 只是今天还算 现在应该是五点多吧 现在还是那样的 所以我们想要早点吃饭 早点吃饭 然后打帐篷 睡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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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们讲啊 不要认为我们现在很惬意 在这里雪地上吃火锅 跟赏子一样 跟赏子一样对吧 但是这确实是一个特殊的经历 而且还第一次在雪地上吃火锅 所以我们得快点吃完 然后搭帐篷 我们现在有风了 风吹把真的熟了 不吹风的话还好一点 等天黑了就不好搭帐篷了 我们最后还是决定把帐篷搭这里吧 那边还是有风 好 在搭帐篷的时候 好像找了一根支撑架 好在有三脚架可以用用 不然我们也就只能下山了 搭好帐篷后 我们又继续吃火锅 主要是为了身体暖和 好 今天要是骑在帐篷里面 准备喝点酒 来吧 先喝一点嘛 冰镇 二过头 现在是晚上十点多 太冷了 睡不着 然后我们准备烤点火 取暖 就只有这样子坚持 哎呀 没想到这么冷了 那是26号早上5点 我们俩都醒了 睡不着 今天晚上醒的第三段 现在是早上7点20 我们准备起床 然后去看日出 项路山 位于米川山国家森林公园景区的最高峰 地所穿山两省的交界线 秋天 这里被称为天然画廊 冬天 这里就是一幅水墨古画 冬天的光雾山 推去了秋日的红叶飞蜗 换上了白色的万束银花 站在山顶 漫漫群山 茫茫原野 尽收掩底 方眼眺望 江山真的是如此多江 寒风震震 身体却诚实地提醒我 我们该活动活动 我们现在准备去 找个地方逗逗脚 因为太冷了 脚太冷了 每一会儿 太阳照亮了整个山脉 山体的纹路更加清晰可见 山风气势雄伟 眼前醒目的废弃通行站 是当年子弟兵流下的痕迹 远处位于陕西境内的龙头山 站在这里也能清晰地看见 西车有一道高达数百米的断崖 陡峭壁立 站在崖边 虽然心惊胆战 但是看着眼前 乌海烟云从山谷升腾 有种飘飘欲仙 误入仙境的既视感 穿梭在香菇上的冰雪之中 树枝间 草地上到处都弥漫着冰雪的身影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南方的冬天也可以很美 一天要补垃圾 剪好 因为它这方面其实很强的 还是很多 挖几层吧 三二七 现在早上十点多 我们准备下山了 下山下山 下山吧 五高板了 五高板了 就问你们酷不酷 我们准备下山的冰雪之下 一年或一天 都是生命中的瞬间 一年或一天 都是生命中的瞬间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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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